Hello各位今天呢是5月10号 马上呢就要到了夏天了 每到这个时候大家会经常听到一些周围的小伙伴说 OK夏天就要到了 我马上就要开始减脂了 那有很多人说啊今年我又减脂失败了 所以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在这里盘点一下 减脂期最容易犯的七个错误 其中有些错误呢不仅新手会犯 就是有经验的开始健身很久的小伙伴呢 经常也容易忽略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 3 2 1 咱们现在说一下减脂期间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大家看一下我摆的这些食物 一些苹果 哈米瓜 橘子 草莓 然后这是一些菠萝 香蕉 橙汁 这边呢是牛奶加一些这种Cereal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想象中的健康早餐就是这样子的 一些水果 橙汁 牛奶加些麦片 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呢它恰恰是你在减脂期间应该控制 或者是避免的一些东西 原因很简单 因为所有这些食物里面都富含非常非常多的糖 因为糖呢作为一种碳水 它不仅仅会有很多很多的卡路里 更重要的是它会大大的提高你的胰岛素的水平 这个是你看不到的 但是当你的胰岛素水平显著升高以后呢 不仅你不会消耗脂肪 反而呢会更容易囤积脂肪 同时呢因为它是一种碳水 如果你当时吃完呢 不及时的运动和训练 把它利用起来或者消耗掉的话 它就是会以脂肪的形式储存在你的身体里 所以大家在吃早餐的时候 一定要避免这些高糖或者高碳的这种食物 但这里并不是说大家不能吃任意形式的碳水 如果要吃的话大家尽量选择那种 胰岛素波动没有那么大的碳水 我把一些粒子放在这边 所以这些碳水呢 是减脂肪间一个比较理想的碳水选择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认为 咖啡就手里拿这个东西呢 会有助于你的减脂 某种程度上这是正确的 因为咖啡本身作为一种stimulant 一种刺激 它里面有咖啡因 在你做有氧的时候可以出更多的汗 但是有一点 我看大家经常犯错误 就是经常会买一些拿铁呀 包括cappuccino这种咖啡 他们不知道里面这种咖啡有很多很多的奶 很多很多的糖在里面 它加起来卡路里非常高 所以某种程度上它起的是一个反作用 因为我上一点已经给大家讲了 当你收入够多的糖以后会发生什么 大家如果要买咖啡的话 我建议最好呢就是买这种低卡的咖啡 比如说我手里拿这个咖啡就是美式咖啡 它一瓶里面又买了 洒出来 美式咖啡它其实总共才有70卡左右 但是如果你加一些糖或者cream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高 四五百卡都有可能 adalah果囝是要超级熟费呢 assez好对 哪里 别大概 好 here 跟刚才的咖啡一样呢 和和小伙伴对补计也没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 尤其对于新手而言 当你走进一个卖补计的商店里 你会问他们的店员说 哪些东西是可以减纸的补计 这时候店员很有可能会给你推荐 左旋右捡CLA 还有什么染纸丸等等等等的补计 但是销售人员很少会告诉你 这些补计呢 其实跟刚才咱们说的咖啡一样 它只是一个刺激物 或者是一个辅助的工具 这些东西在备赛期减脂期我也有吃 我不能说它们没有用 但是你要清楚 真正核心的东西 还是首先你的训练 你的饮食 你的宏观摄入量等等等等 所以对于新手而言 刚开始减脂 你不应该考虑的是补计 和是外来的这种东西 而是像咱们传统的话讲的 管住嘴 卖开腿 说大家要对补计 有一个非常客观和正确的认识 而不是盲目地试一些 自己都不太了解的东西 好 大大大大,快去看 哦 太噓了 噓了 另一个大家经常看见的错误就是 很多小伙伴刚开始接触减脂的时候 第一个运动想的就是什么呢 我要去跑步 跑步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油痒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经常做 尤其是对于那些体重偏重的人群来说 因为跑步每跑一次 大家看 蹦蹦 你的膝盖都有很大的冲击 所以理解这一点的小伙伴 不要把跑步当成你减脂的 唯一的一个有氧运动 唯一的一个途径 跑步虽然是一个很好的有氧运动 但是它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 我建议的话 如果体重稍微重的小伙伴 可以尝试椭圆肌那种没有冲击的 甚至是登山肌或者是爬楼梯啊爬山呢 都会比你跑步来的更安全一些 啊 好饿啊 还有大家经常会听到你身边的小伙伴 在出去吃饭的时候会说 最近我在减肥我不能吃这个 因为这好多脂肪啊 我会变胖 我会长脂肪 其实是非常片面的 就像我之前讲过的增重和减重 更多情况上看的是你的预消耗量 还有你的摄入量 简单的意思 比如说大家现在看我手头的这个 一棒steak 非常多的油 是不是在上面 我刚查了一下 这里面大概是10盎司的牛排里面 至少有40多克的脂肪 将近50克的蛋白质 大家看到我进行一个非常完整的腿肚训练 我需要一些能量 来给我一些补充 你可以吃 哎 这些像水果之类的碳水 但是我的教练希望我 一天至少有一顿 我这样多的脂肪 这样并不会让我变胖 因为我知道我的红色摄入量 没有超过我的消耗量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不是所有脂肪都是一样的 有些脂肪 确实呢 会对你的减脂 或者是特殊你的身体呢 都有所害处 比如说那种汉堡啊 或者一些油炸的食品 它里面很多辨识脂肪 也就是transition fat 是对你的身体不好的 但是类似于牛油果呀 坚果类的脂肪 这些非饱和性的脂肪呢 会对你的心血管啊 和你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好处 所以各位 在减脂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融入一些 少于健康的脂肪在里面 当然了 你需要学习一种做计算的这些东西 看着你 在凰言的尴码 squeak 就能被转捋 走 好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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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减脂器非常常见的错误 就是很多小伙伴认为 只要出汗出的够多 你就可以拿到减脂的目的 实际上这也是不对的 否则的话 那我现在岂不是也在减脂吗 因为我现在汗蒸 我分析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就是很多小伙伴在蒸完桑拿 或者是排汗很多的之后呢 进行了一个体重的测量 这时候他发现 我的体重称上 我的体重有下降 但实际上 这个你减的不是脂肪 是你的水分以汗的形式排出了体外 所以自然而然你就会下降 建议大家如果平时希望减脂的话 不要看你排汗的多少 尤其是有氧 如果是你做有氧的话 我更希望推荐你看的 或者是监控的是你的心率 通常来讲 减脂区域最好的心率呢 是220减你的年龄 乘以70%到80% 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减脂的区间 今天正好练完腿 给赶紧来恢复一下 不然待会就要抽劲了 咱们现在说 常见错误的最后一点 可能你经常看到 有些像我们在减脂期间呢 经常的测量自己的体重 有的时候一天测两次 三次 有的时候吃完饭 喝完水也要测一次 训练完也要测一次 这样测量的方式不仅没有意义 同时有的时候会打击你的自信心 因为有的时候在你训练的过程中 你喝了很多水 在你训练完之后呢 你心想 我是不是应该马上体重就会下降 但发现你体重不降反升 你会觉得训练完全没有效果 但就像我上一个点所说的 当下的一个身体体重的变化 往往都是你水分的一个变化 而不是实际你的脂肪 还有你的体重的一个变化 所以一天测两到三次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当你下去时要减脂的时候 从根本上讲你要了解到 这其实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过程 而是你希望把它变成一个长期的目标 在这种基础上 你在测量体重的话 你就知道 身体体重有波动是正常的 每周固定的一个时间点测量体重 如果它的趋势是下降的 就说明你的减脂是有效果的 所以总结一下 每天大家可以测量体重 但是你对比体重的时候 就要以周来对比 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个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同时没关注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订阅 别把你的小铃铛点开 好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